這一兩年來我們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很多的企業開始建立了遠距辦公的機制 在教育的場域裡頭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有遠距還有混層式的教學 我們的電子簽名服務點點簽 可以讓簽署的過程無質化零距離 哈囉大家好 我是凱定行動科技的商務總監Albert 今年在新北市有一百多間的中小學 也導入像這樣子的機制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的可以邀請到我們板橋國小的華智仁華校長 來幫我們做一些分享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板橋國小校長華智仁 校長 據我們的理解 在今天的教育單位中 大部分的流程還是透過紙本去做簽署 想請問校長在過去使用紙本簽署的時候 大多會碰到什麼樣的簽署情境 然後涉及到什麼樣的人員 在學校行政的簽合流程當中 過去以紙本保存的文件呢 簽合表之類的都可以用電子簽章的服務來取代 那過去的習慣呢 行政流程上都會有承辦人簽合送到單位主管 接著會到外簽的其他出事的單位 最後才會送到機關首長 就是校長這邊來核定 那這些簽合文件是對外部的人員比較多呢 還是對內部的人員呢 以目前學校的應用來說 現階段是以校內同仁的計畫為主 那當然外部的情境 有些也會使用到電子簽章 比如說現場會議的數位簽到表 或者是甚至合發出席費的領據 都會拿來應用 要將一個組織去做數位轉型 通常會碰到一些阻力 所以我們想請教校長在這次導入電子簽名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碰到什麼樣的挑戰 過去在書面成和文件流程 除了需要人力的傳遞 那在過程當中有可能會有漏章 或者是延遲的情況 也都不容易追蹤或掌握進度 那透過電子簽章的好處呢 除了能夠即時掌握進度 能夠加快行政效率 那也不會受到時空地理的限制 加上電子簽章完畢之後的電子資料 隨時可以在系統上查閱 落實電子資料的保存 那透過無質化的電子簽章呢 取代紙本 還可以節省公務預算 那甚至也可以推動環保 電子簽章推動初期呢 就是操作習慣的改變 事實上因為相關的這個介面 軟體操作非常直覺且容易上手 所以推動上面只要大家適應之後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 那實際上在推動電子簽章的過程當中呢 最重要的就是觀念的溝通 所以呢因為是電腦操作的習慣改變 單位內應該要有 具有推動意識的單位主管 來執行 一旦使用習慣改變 就會加速電子簽章運作的進行 反而會加速依賴 單位主管需要推動的一個意識 的確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要有一個決心 然後主管的支持跟鼓勵 也是相當重要 那我們想請問校長 當時是什麼樣的契機 讓您下了這個決心去做這個改變 主要是面對後疫情時代的來臨 為了防疫要減少紙本的接觸 那電子簽章的好處呢 就能夠顯而易見 另外有非常多混成式的線上會議 還有線上教學 必須要突破時空的限制 那採用電子簽章呢 能夠取代過去紙本的簽到 或者是計畫的簽合 那甚至在核發出席費 終點費都能夠拿來應用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工具 我們這次在導入的過程當中 其實疫情已經發生了 大家已經是在園區辦公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當時是怎麼樣導入這樣子 怎麼樣推動這樣子的一個新流程 推動電子簽名上線 最主要的是觀念溝通 讓單位內的同仁了解啟用的契機 以及使用的目的跟推行的方式 同時也要化解許多人 對於電子簽章法的一些疑慮 那事實上在推動初期 我們都是以最簡單的 包括簽導表 簡要的計畫來做示範 那一旦推動上線之後呢 再利用行政的會議來做宣導 讓大家再來操作比較進階的功能 教導大家如何製作電子圖章 等到上手之後 基本上推動就沒有什麼困難 在導師們熟悉 習慣了這樣子的環境 這樣子的方式之後 有沒有什麼比較明顯的改變 其實導入電子簽名 並沒有改變過去紙本傳遞的習慣跟流程 但是卻加快了過去 在傳遞過程當中造成的延遲 減少紙本再進行掃描 歸檔不必要的程序 校長可以從您的角度分享 最喜歡電電線的哪些功能 相較於其他的電子產品而言 除了他是在地化的廠商所開發 所以對於繁體中文的應用 是最直接 另外在相關的線上簽署的進度 也有即時的進度條 可以讓我們追蹤 能夠提高作業的效率 另外也有非常多平台的APP 可以提供給使用者運用 可以快速的解決突破時空地的限制 另外按照不同的授選等級 也能夠提供不同的應用功能 讓機關在運用的時候 有更多的選擇 在簽署的文件當中 可以加上標籤 這個也很符合現行學校 在做過去紙本歸檔的時候 依照促式來做分類的這些使用習慣 加上進階版 還有一個大量發送的一個範本工具 那也是對於學校來說 是相當好的應用 也能夠簡化過去 必須要重複操作不必要的一些流程 所以導入點點簽是我們評估 現行對學校最方便的電子簽章工具 字面上也有一些其他的電子簽名商品 像請問校長當時是 什麼契機選定了點點簽 剛剛也說過 除了是在地化的廠商 對於繁體中文的資源度最好以外 也提供了很多個人免費的基礎功能 甚至不需要太多的額外訓練 就能夠很清散的讓使用者立刻上線 另外點點簽有提供各種平台的APP 也可以透過行動載具 在辦公室以外有很方便的應用 所以導入點點簽是我們評估 目前現階段最適合學校使用的電子簽章產品 在未來對點點簽推動智慧化校園有沒有什麼建議 希望凱店點點簽能夠配合學校場域的特殊情境 開發出適合學校的客製化服務需求 另外學校的預算也相當有限 也建議能夠提供學校負擔的取得預算的版本 來供學校使用 也期許我們身為台灣在地化的廠商 能夠整合學校過去的使用習慣 包括一些校務行政系統 電子公文系統 讓教育現場能夠快速的透過電子簽章 來導入開創智慧化校園 的確這個建議很好 就是現在的軟體服務也是走向這個趨勢 就我們已經不是在單講各個服務了 而是說我們怎麼將這些服務串接起來 變成是一個流程 在訪談的最後可以請您用幾句話 總結對導入點點簽後的心得嗎 點點簽不但協助學校在後應期時代的一個轉型方案 也簡化了傳統簽署流程的繁雜 所以直覺化的電子簽署的體驗 與現行的公文流程無縫接軌 謝謝校長的支持 更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謝謝